大妈地铁站座,起争执拽女孩头发打哭女孩,反被乘客指责。 根据了解,在8月22号,湖北武汉的一个地铁上,由网友爆料, 在这辆地铁2号线上一个大妈就和一个年轻女孩因为站座问题起了争执, 之后大妈就开始用手拽起了女孩的头发,甚至用力过大把女孩直接拽到了地上。 本来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,之后因为这个大妈动手殴打了女孩, 就被其他乘客发现,乘客发现这个情况之后,就立刻劝阻大妈, 让大妈放手,之后又让大妈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 但是谁想到,这个大妈表示自己没错,而且还表示是这个女孩先动的手, 她要揪住这个女孩,不能让女孩跑了。 根据了解,这个大妈事发之后还信誓旦旦地表示, 是这个女孩先动的手,而且还问女孩是不是父母养的, 之后大妈就说,是女孩在听到自己说的话之后, 就要冲上来打我,所以自己为了自卫就才把女孩的头发揪住, 按倒在了地上。